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人活着需要有一个梦 在一个小城里 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甚至还有些艰苦 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愉快的笑容 这是因为小城里有一位伟大的魔术师老比尔 老比尔超神入化的魔术表演 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乐趣 老比尔每天晚上在小城的大剧场里表演魔术 剧场里总是坐满了观众 虽然大家都知道魔术肯定是假的 但还是被老比尔魔术中营造出的梦境所吸引 大家尤其喜欢老比尔的几个经典魔术 在这几个魔术中 老比尔让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 一个魔术是穿山而过 人们眼看着老比尔从山这边的白纱布下消失 从山的另一侧揭开白纱布走出来 另一个是空中飞人 大家真切地看到老比尔从舞台上缓缓升起 在舞台上空自由地飞行 好奇的观众不时地会问老比尔 那两个魔术到底是怎么演的 老比尔总是笑而不打 老比尔老了 接替她的是小比尔 小比尔的演出像老比尔一样 精彩绝伦 赢得了人们的赞叹和掌声 像过去一样 人们在小比尔的魔术中愉快地生活着 一次演出的间隙中 小比尔向大家展示了几个小魔术的表演方法 她发现大家对魔术的秘密非常感兴趣 于是 接下来每天的演出中 小比尔不顾父亲的阻拦 把许多魔术的秘密揭示给大家 她认为观众的需要就是演员的职责 大剧场出现了空前火爆的场面 每次演出时都坐满了观众 大家终于知道了多年来老比尔的魔术秘密 明白了穿山而过 是山里从前就有一条密道 空中飞人是在表演者身上 系着一条细细的透明钢丝 小比尔演出回来 总会把观众对魔术秘密的激情和狂热告诉老比尔 老比尔总是痛苦地摇着头 小比尔每天晚上还是准时到大剧场里进行演出 然而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 剧场里的观众越来越少了 最后几乎没有人再来观看魔术表演了 小城里的居民们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快乐了 一天比一天变得愁眉苦怜起来 一天 小比尔垂头丧气地站在父亲面前 他希望父亲能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 老比尔说 魔术给人们编织了一个美妙的梦境 你揭示了魔术的秘密 同时也撕碎了人们心中的梦想 人活着需要有梦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